大批警員封鎖的士調查 星期六中52點多 有頭人在西營盤皇后大道西390號對開 發現一部的士停在 司機昏迷不醒 於是報警 他送往馬麗醫院搶救後證實不治 車行的職員事後來到現場了解 他說死者姓蟲 年約五十多歲 而同他一樣是駕駛的哥哥 2017年都是在駕駛期間不治 他了解死者和太太離異 同獨中學的兒子同住 平日身體健康 但過去就曾經在跑步時暈倒